台灣人真的有尊嚴嗎 因為我們聽到蔡英文講說 要紀念228最好的方式 就是台灣人尊嚴的活 可是我們現在 這幾年感受到的尊嚴 到哪去了呢 面對到這個疫苗 沒有疫苗 大家要奔跑還跌倒 這樣搶殘劑 然後口罩快篩 這幾年我們通通都這樣子 可能已經把尊嚴 拋到一邊去 這樣子大家大排長龍的 這樣子去排隊領著 那幾片口罩 甚至最近大家又在 開始排雞蛋 搶雞蛋 這到底是誰在践踏 台灣人的尊嚴 不就是蔡政府嗎 所以他還好意思 跟我們大家講說 讓台灣人尊嚴的活嗎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 這澳洲的蛋要解蛋荒 可是恐怕要傷全民的荷包了 因為這首批的蛋 三月份開始會供給 加工業者 這些進口蛋 他們現在已經陸續鋪給 這些加工業者了 可是500萬顆蛋 至少要虧損3000萬元 怎麼算出來的呢 我們看林北好友有告訴大家 他說這個台蛋價格賣給業者 一公斤大概要虧100塊 等於是說要倒貼3000萬元 本來澳洲的蛋 它的價格就已經是 比台灣來得高了 所以買進來之後 當然就是得要全民買單 來補足虧損 所以大家今天問到了陳吉仲 他就講說價差當然是會由農委會吸收 可是講得好像一副 他掏腰包 可是不是 是我們全民買單 我們來聽一聽 可能我們這500萬顆要增加3000萬 是嗎 是這樣嗎 這個當然本來就是該有的價差 就是農委會這邊來吸收 讓消費者可以來糧食安全公務 對 所以這種感覺就是算了啦 也不知道該怎麼講陳吉仲了 網友們就在那邊講說 那你是不是後面應該加一句全民買單 而且我們現在新南向之後 怎麼不跟東南亞國家買呢 還是世界只剩下澳洲了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蔡政府的官 到底是缺什麼 難道缺腦嗎 還是缺德呢 讓大家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不拿出能力 還是缺能力 再來我們看看他的官僚 現在這個蛋荒 這個現在又開始怪禽流感了 所以藍營的委員就講說 可是馬政府時期也有禽流感 當時也沒缺蛋 因為農委會告訴大家說 因為這個禽流感的疫情 有7000多起的案例 比起這個國內74起的案例 撲殺了103萬隻 所以這個我們其實是相對穩定 我們人家知足要感恩 可是明明以前2015年 馬政府執政時期 撲殺了500多萬隻家禽 也沒有發生蛋荒 所以讓大家感覺說 你這個禽流感 講的就是找藉口 以前陳吉仲告訴大家說 買不到蛋你就來找我 現在就要告訴我說 一拖再拖 從2月拖到3月 接下來本來3月初 現在變3月中下旬才會穩定 到底哪一天才會 把你的做事能力拿出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新竹球場 同樣也是官的問題 之前大家就是在這個 林治間的任內 爆發這個弊案 可是現在看起來 怎麼積水不退 原因竟然超離譜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被爬書出來的 排水經費原來被刪除掉 在2017年8月的時候 當時教育部核准的計畫案裡面 相關的費用有4000多萬元 可是到2019年的時候 當時刪減為3200多萬元 然後最後2020年的時候 發現這預算書裡面 排水工程已經遭到刪除了 而且土壤積配也不符合規定 原本他們發包的時候 說這個土壤積配的厚度 那是50公分 然後分層鋪是30公分 厚紗然後5公分小令 你看這樣子疊啊疊的 這樣子就將近100多公分 100公分左右 這樣子一個排水厚度 可是後來這個剖面圖 看起來只有10公分的厚紗 跟5公分 只有15公分 怎麼可能有排水效果呢 那到底是誰刪除 誰提案刪除的 是誰刪的呢 我們就打電話去問了新竹市政府 那新竹市政府的發言人就講說 因為工程契約書有排水工程 後續的查驗 也沒有看到這排水項目 何時刪除不太清楚 是誰刪也不太清楚 但刪除時間確定是在前市府的時期 所以高宏安今天就開了記者會 就指出這個市府內政 政風單位 已經對於這個書室的官員進行徹查 大概有十幾個人 然後現在目前最高的層級 是現任的內政部次長吳唐安 好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巧琴 蔡英文去悼念228 可是他有沒有想過 台灣人缺氮缺雞缺藥 缺水缺電 當民生你都顧不好的時候 到底你所說的台灣人的尊嚴被政府踐踏 你指的是過去的政府 還是現在你作為政府的總統的時候 你其實也是這樣對待人民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蘇貞昌離開以後 但留下了一堆蔡英文的人馬 在內閣裡面沒有能力 而且做事高傲怠慢 這樣子的事情 還是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剛剛我們前面看的這個影片裡面 陳廷飛他在質詢陳吉仲的時候 他說聽說這個要補貼很多錢 三千萬餘有這樣的事嗎 我的感覺他希望得到的回應是 沒有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拿到這麼多錢 沒有 不會花人民這麼多錢 結果陳吉仲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會 就是補貼 我請問我們去進口五百萬顆 澳洲的蛋進來救急 如果要額外花三千萬 三千萬的錢是拿來的 三千萬的錢就是你我所繳的納稅錢 所以本來你這個蛋價是 有買蛋的人你要付蛋價 現在是全民要去幫政府的錯誤 施政導致缺蛋的事情一起買單 為什麼不是陳吉仲自己出 為什麼是我們要出 大家可以想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是說要買澳洲的雞蛋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說昨天晚上抵胎了 抵胎36萬顆 可是我們了解到的缺口 一天是50到60萬顆 所以顯然即便你去買了 這麼貴的蛋進來 現在還是處在一個缺蛋 供需不平衡的狀態裡面 那東南亞有很多國家 你只要說我們搞新南向政策 可是你在東南亞 你一顆蛋買不到 你必須要跟這麼遙遠的澳洲買 那3000萬為什麼會這麼多錢 除了澳洲的蛋價本來就比較高之外 還加上澳洲離台灣的距離遙遠 所以光是空運的費用 你加進來的時候就是這麼多 因此如果蛋可以就近購買的話 是不是可以替人民省一點納稅錢 那農委會他不像就近的國家 買要買這麼遠的澳洲蛋 理由是什麼 我們目前完全沒有聽到 所以買不到雞蛋 3月中下旬可以穩定 那現在才3月1號而已 等於我們現在還要過 這個缺蛋的日子過30天嗎 要過再一個月嗎 會不會動作太慢了 顯得沉積重完全是沒有能力 最後講一下新竹棒球場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過去 大家對新竹棒球場的評價 是真的 確實在這個排水工程上又出了問題 而過去的五星市長林志堅 他就在整體的這個建設上面 並沒有好好的做 甚至你這樣子就是讓未來球員受傷 球場變很爛的主要元凶之一 所以我覺得我是很鼓勵 包括高鴻安也好 張善政也好 去把過往前一個市府的市政 好好的逐一檢視 讓大家知道過去的4年 甚至8年到底政府做了什麼 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講 那可受民眾的公平 只有這樣子 你再去改善的時候 大家才會看到 現在的政府是真的比以前來的 有在做事了 好 來問一下朱大 我覺得講白 陳吉仲的說法就是在騙大家 我們實際問了一下 彈農跟機農 甚至包含了進口商 進口商說到底哪裡可以進彈 不是一個公開資訊 所以為什麼會從一個坐飛機 要8小時的澳洲進彈 本身就很奇怪 那接下來美國可不可以進彈 日本沒有禽流感的縣 可不可以進彈 對岸也就是大陸或是金門 沒有禽流感的地區可不可以進彈 他說這都是黑箱作業 因為我問他可不可以進 他說不知道 要等農委會公布 所以就算你是進口商 你想要自行進彈 這樣也不行 你根本不知道到底為什麼 怎麼樣決定從哪裡可以進彈 所以你也不要聽什麼 石板明夫講說什麼 現在日本這個彈價很貴 不好意思 日本的彈價是用公斤數算 台灣是用台金算 台灣的台金換算之後 還是比日本的彈價貴 一公斤大概要貴10到20塊左右 而且坦白講 目前看到最大的數字是台東養雞協會 他說一天缺450萬顆彈 因為包含了產彈減少 包含了雞在換雨 所以你從澳洲進500萬顆彈 那基本上一天就用完 而且每一顆彈都虧錢 你有多久沒有吃過坐飛機來的彈 很久沒有對不對 農友會也不解釋為什麼從澳洲來 為什麼不是菲律賓呢 為什麼不是東南亞呢 是因為禽流感嗎 是因為價格嗎 還是因為RCEP我們沒有加入 或者是因為TIFA的關係 我們也不能從美國進彈 我跟你講現在的問題就是 全部都是黑箱作業 連為什麼怎麼判斷都不知道 你去看美國 美國的彈價除了加州之外 還是比台灣便宜 那到底為什麼數以至之 農委會從來不敢說實話 那說實話就是過去三年 他都沒有準備好 所以這個不要說什麼形有餘力了 現在是彈盡圓絕 真的就缺彈 而且二八連假還導致連帶的彈荒 是去南投玩順便買彈回家 去台東玩順便買彈回家 我這邊已經收到花蓮台東的網友說 我家全聯怎麼也沒彈了 據說是觀光客去玩的時候順便帶走了 那他們說我們已經在東部本來沒有缺彈 現在被買到缺彈的時候 你再跟我講不缺 我覺得講明一點 農委會現在的所有的做法 都是亡羊捕牢 花我們納稅錢收買人心 那我們直接問清楚 價差有農委會吸收 難道不是我的稅金嗎 那你之前在幹嘛 你進的除機跟蛋機 台灣現在連除機價都漲到歷史新高了 那你要從哪邊進 我跟你講台灣的問題是在於 你不安安靜靜的解決 連對方國家都有問題 你說從澳洲要進500萬顆蛋 對方媒體是死人是不是 他不會看到之後 問國內政府我們有500萬顆蛋 你要從日本進500萬顆蛋 對方也說我們現在蛋價很高的時候 你這樣子大張旗鼓的到處宣傳 反而會破局 我最後講陳其中能力不足 你趕快下台 不要再害我了 跟我講什麼有尊嚴的活著 我到處上窮必落下黃泉搶蛋 這叫尊嚴是不是 你告訴我要有尊嚴 要轉型正義 台南的88槍的現代正義都沒有了 你告訴我要有轉型正義 蔡英文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好 強哥 人民納稅養政府 那麼官無遺物報人民 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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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一個七缺失 缺蛋缺藥缺快篩缺疫苗 缺電缺水 你現在台灣真的是百事皆缺 那你現在跟我講 蔡英文跟我講說 要我們大家有尊嚴的活著 尊嚴在哪裡 我只看到你的死中的高端戰士 打了你相信你去打高端 他有尊嚴嗎 那今天當初搶那個疫苗 搶殘劑 搶到跌倒的民眾 有尊嚴嗎 那今天連出遊 像剛剛朱學恩講的 還要到外縣市去搜刮蛋的 這些民眾有尊嚴嗎 你起碼尊嚴沒有給民眾 回過頭來其實就是兩個字 無能 那你看現在民進黨什麼 東掉西掉到處掉蛋對不對 他一個藉口說為什麼缺蛋 因為禽流感 可是抱歉 你是在還馬英九公道嗎 禽流感最嚴重2015年 馬政府撲殺540萬隻家禽 也沒有發生蛋荒 那請問你 那為什麼就你禽流感 對你是有問題 對別人就沒問題 你就是擺明了無能 我講一個最經典的案子 民進黨裡面的無能的事情 因為他不需要有才能 說起來真的 馬政府的官員 因為政治干擾相對較小 還是比較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最有名的例子 我一定要提就是 米酒的事情 1999年 蔡英文去談的WTO談完之後 米酒飆到130元 民進黨罵這個政府說 無能給我滾蛋 連個米酒都管不好 上台以後漲到180 八年解決不了米酒的問題 需要誰解決 馬政府上來 只是修改一個法律 米酒掉到25塊錢 所以你當初米酒管不好要滾蛋 那我現在問你 雞蛋你管兩年了 陳吉仲雞蛋你已經管兩年了 你到現在還跟我講說 買不到雞蛋可以來找你 找你有用嗎 找你兩年都沒有用 現在找你有用嗎 所以你沒有能力你就下台 那就像說你在新竹球場 也是同樣的道理 民進黨我們給你執政的機會 讓你在新竹好好做 你八年把所有預算 花在你的包裝 小一男孩的美美的文宣 你連個球場 球場連個 這個所謂的水的設施 對不對 我們這些排水設施 你都要偷工檢調 跳過不做 你知道之前廢土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土木專家告訴我說 球場 球場要那鋪廢土 底下的排水就全部掛了 為什麼要鋪一些 他們專用的上面的土壤 就是它跟排水也有關 它滲水性的問題 可是你今天為了偷工檢料 甚至再賺一筆廢土的錢 你的整個政府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能不懷疑中間有官商的問題嗎 除了能力問題 還有官商勾結的問題 但是請問一下 民進黨給大家什麼交代 你只給大家一個交代就是 什麼都缺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